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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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P.E.I. Yo yo DJ that's P.E.I. A P.E.I. P.E.I. We're here Hello大家好 我是Zander 结束了毕业典礼 于是呢就开始了我们的毕业旅行 第一站呢就是P.E.I. 爱德华王子岛 我们选择做轮渡上岛 从哈利法克斯Downtown 到达轮渡的港口呢 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大家可以在网上买票 时间和班次呢在网上 都可以很清晰的查询到 慢点慢点 jetzt kannst du da 走到车程的车程 你最为啥 är 还在车程程度上 我费用电话 像在车程程度上 好像在车程中 是 这边是这种 你要是在这边是这一样 这一边是这一边 我们也是选择做最后一班 从 North Scotia 到 Pia的轮渡 因为最后一班轮渡是晚上7点发船 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日落 可以抓可以抓 出镜头了 出镜头了 导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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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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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I的省会尚试叫做夏乐特敦 我们从Downtown出发 B站当然就是全加拿大最出名的冰淇淋Course Course的总店是在PEI 店里有一些Course周边玩具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购买 味道嘛也就那么回事吧 但是大家来PEI呢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来Downtown的Course冰淇淋店打卡 了解加拿大历史的人可能知道 PEI是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 联邦大楼的前面有一座纪念战争的雕像 两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联邦大楼正在修建 但是呢已经过去两年还没有修好 加拿大这效率也是够可以的 这个PEI的房子挺有刺的变的啊 都搓掉漆了 你没谁来都搓一下 搓一下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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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一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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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PEI的sticker 买了票之后会给一个这个 乘机搓一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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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变乖了呢 下一个景点呢 我们来到了安妮的绿色小屋大咖 它是PEI的一个标志性景点 可能看过绿山墙的安妮这本小说的人 对这个地方特别的着迷 我两年前来到这里就买了一本小说 但是到现在呢 还没有看过这本小说的人 这本小说当时在北美还是非常畅销的 他那里能看过去 都愿意 我妈呀 不过去 在北美 我们在PI的最后一站是卡文迪士沙滩 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个沙滩 因为如果你喜欢海边的沙滩 太阳真的不要愁过 在沙滩待了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自驾到了NB省最大的苏牛城市 蒙克顿 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的视频 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